这个是长刀术 我是从小学习武术 然后学习世界各国的武术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长刀术训练的时候 以逐渐来代替这种钢刀 就会安全一些 但是一定要带着护具 因为逐渐是非常重的 打击以后 长刀术的力量非常大 非常威力 过去的战场上是主要使用的武器之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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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